您正在关注BNC Asia的东海新闻 以下失职的注意的新闻 菲律宾向撒冰海探牌前信讯罗间 继续挑战 中国北京有技术飞跃 有能力在东海翻前瞻上去的突破吗 另一方面 中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导弹部署 感到冷淡菲律宾 因果防御损学 进而发生变化 钻石四国关注东海 为长期与中国大交道提供举措 一切都将很快更新 菲律宾表示 在香盖前探牌前 另一艘巡逻听取代 9月15日返回港口的特雷沙 马格巴努阿川后 已在撒冰海探重新建立了 海岸井围队的存在 据马尼拉标准周日报报道 菲律宾海岸井围队斯林罗尼 吉尔加莫 海军上将表示 一艘巡逻艇 为止定名称 成功地搭撒冰海滩 没有遇到任何重大不利情况 据新闻周看撒之报道 虽然菲律宾在撒冰海滩 不书信监听的工作 看似进展顺利 但中国实际上 在菲律宾巴拉 王岛附近保持着大量海军存在 斯坦福大学海事检测组织 C-Line主人类鲍威尔在X平台上写道 9月23日该组织追踪到护航 海洋地址是2 豪客靠穿的流扫中国民兵船只 距离盖船今月27海里 来自巴拉王岛 本月早写时候 菲律宾外交部强调 令人遗憾的是 中国继续在东海实施非法 胁迫侵略和欺骗性行动 北京商尉就菲律宾将船只重新部署 到撒冰海滩一时发表评论 撒冰海滩已成为输越来的热点地区 撒冰海滩位于越南长沙群岛 但马尼拉和北京非法控制 据南华早报报道 商海交通大学的科学家最近表示 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新兴技术 甚至可以探测和跟踪最安静的潜艇 他们补充说 新探测器在南中国害的测试中 限时了7000里 改团队表示 改探测器大约有一辆皮卡车大小 已经在深海进行了测试 它可以在最远约20公里的范围内 接受由旋转螺旋浆产生的微弱电磁波 科学家表示 通过分析这些地品信号 它们有能力定位和跟踪军事目标 包括现今的地方潜艇 改团队上个月在一份经过同行评审的 中国科学企看上发表了新发现 生命程 这相信技术可以探测 20公里外的潜艇 其探测范围比当今一致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技术 大约大十倍 因此 新技术有可能是 中国在海洋军备竞赛 这一趋势日益增强 终获得强大优势 探测20公里外的潜艇 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潜艇发出的电磁信号 在海水中传播不了那么远 但可以通过检测嗨的来远距离探测到它们 这种技术以前从未用于探测前厅 海军舰穿船体是用电流来减少海水的浮湿 当船波的螺旋江旋转时 它们会穿过电厂并产生电磁辐射 但这些电磁波再到电海水中会减弱 尽管某些资产可以检测到信号 但它们必须接近目标 根据公开记录 其境位置探测到前厅的最远距离超过2.5公里 中国科学家此前表示 他们也实现了这种能力 商海交通大学中国定监学校 研究团队的一位代表表示 当我们进行海底测试时 新技术应用方法现实出巨大的潜力 格尔陈鲍 原因研究人员的话说 他还表示希望盖进技术 能够在50公里以上的距离探测 潜艇 地平电磁信号 这个距离相当于现代鱼雷摧毁目标的射程 在海军强国的军备竞赛中 它们开发了更安静的潜艇 潜艇发出的声音现在相当于海洋噪音 这事的是用传统的声学方法 检测它们变得越来越困难 今年来中美两国都加大了在南海 台海等热点地区的反潜战力度 虽然美国在潜艇技术方面具有优势 但中国在中立一场探测器 雷达 无人风群车辆 以及有人工智能驱动的地下 反舰微星等领域取得了进展 可以探测海上不可见的波浪 分析人士称 菲律宾有一些事情 让超级大国中国非常贪心 那就是美国研制的地方中程导弹系统 自今年早些时候的联合演习 以来一直部署在这个东南亚盟友身上 由于马尼拉和北京在南中国海的紧张 局势不断升级 菲律宾和美国没有撤回导弹的计划 此外不排除美国未来 也会将Taifun带到日本 局录投射报道 自4月演习以来 该中程导弹系统一直留在菲律宾 尽管北京提出了严厉要求 丹华盛顿没有立即撤回物器的计划 美国军方甚至表示正在测试在该地区前 在冲突中使用该系统的可行性 马尼拉表示正在尽一切努力保护国家 并希望中国人如果想到威胁菲律宾安全就失眠 因为从低风发射的导弹可以到达中国领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员园长朱峰表示 美国此举让人想起冷战时期 美国目前在菲律宾部署导弹 未来还可能向条约蒙 有韩国和日本发送武器 他说 美国实质上是在亚太地区 山东一场新冷战 低风系统位于菲律宾北部路送到 科佩北巡航导弹 攻击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目标 这是自已久把七年 当时美国和苏联签署禁止中 成武器条约 以来首次在亚太地区部署中撑导弹系统 北京多次要求蒋台风系统撤除非路宾 中国外交部就月时就日表示 这些武器的部署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呼吁美国停止增加武装冲突风险的行动 南京大学专家朱峰表示 美国试图鼓励和遏制中国 而中国则面临着更加紧张的地区安全局势 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是洪也表示 台风系统部署后 中国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因为中国自身的豁力导弹防御系统 仍需改进 北京专家表示 考虑到美国可以在西太平洋管道领土上 快速部署军队 以及有计划向日本部署中 呈无期系统的潜在计划 中国的情况似乎更令人担忧 托异表示 中国和美国显然都希望防止任何军事冲突 但北京希望很快 从菲律宾撤出地风导弹系统是不现实的 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 周博表示虽然目前还不确定 地风系统将在菲律宾驻扎多久 但中国自身的中立星员 称导弹系统也可以提供威慑 他说导弹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话中 但随着美国推动该地区的联盟 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中美军事对话与以往相比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 那就是第三方因素 拜登政府推动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盟 周博先生说 菲律宾决定学坚国防御酸 引发人们担心马尼拉将无法确保武装部队的实力 来保护东海的国家和领土 马尼拉官员正在推动创造型融资 来自诸军事现代化计划 但该具错的有效性仍不清楚 上周菲律宾众议院批准了2025年耳末 540亿B缩 月合45亿美元 德国防预算比国防部最初的TE减少了16% 预算不包括购买新军事装备的任何拨款 这一学见完全违背了总统消费地难得马克思的意愿 他批准了一份戒指 一墨三千九百亿比索的军队现代化 武器冤枉清单 这是菲律宾将重点从内部安全转向防 与外部势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6月在新加坡巨星的安全论坛上 马克思法是要 发展我们的兵力投送能力 以保护我们在西菲律宾海的利益 菲律宾用这个词来指代概括东海专属经济区内的区域 然而 马克思先生的目标似乎并未体现 在2025年国防预算中 菲律宾预算和管理 不将尼亦德国防预算学 建了五百亿十亿比索 只留下五百亿比索 用于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 国防部长吉尔伯托 特奥多罗澄清 这比金额禁购支付之前订购的装备 而不是购买新的装备 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强调 尽管预算有限 但仍需要实现军队现代化 菲律宾已经使军费开支最低的国家之一 当被文集美国承诺 向马尼拉提供五亿美元资金时 特奥多罗解释说 这笔资金用于安全智慧和控制系统 而不是购买武器或运输设备 特奥多罗表示 面对财政限制 菲律宾必须寻求 创造性的财政解决方案 一是现军事能力现代化 他提一般不信法律 允许国防部和菲律宾军方参与 先卖后付计划 并提高用于国防采购的外部贷款上限 特奥多罗先生表示 我一直在与菲律宾银行家协会 菲律宾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官员进行沟通 让我们寻求创新的融资方式 也许我们将需要立法来支持这一点 他提到了利用此类贷款计划 为菲律宾空军购买 四十家多用图战斗机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安全与国防分析师 马克思蒙特罗表示 学见国防预算的原因 即使由于财政资源有限 也是因为各领域 争夺预算分配 这位专家补充说 马克思总统设定了 到2034年国防之初 一点就摸一笔锁的目标 但领导人应该做出更多努力 来兑现他的承诺 并让军队做好防御准备 专家表示 如果马克思在国防开支方面不合理 巧妙地行使 他就有可能制造更多漏洞 让政治对手利用和打击他 分析认识表示 钻石四方安全集团 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 刚刚发起了一项新常议 旨在增强四方在该地区的影响里 同时打击中国在南方日裔自信的 恐怖主义蔓延 中国害 周末 美国总统乔·拜登 接待了澳大利亚总理 安东尼·阿尔巴内塞 印度总理 拿伦的拉莫蒂和日本首相 安天文雄 四位领导人在拜登的家乡特拉华州 举行了最新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这也是拜登和日本首相安天首相 任期结束前的最后一次四方会议 在灰探后的联合生命中 四位领导人宣布计划明年 2015年 在整个印度 太平洋地区联合部署 海岸境围队行动 一体高护操作性并促进海上安全 四方机制成立于2014年 而007年 在拜登政府领导下 随着美国寻求对抗中国 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其作用变得更加突出 分析人士表示 欧盟的最新据措反映出 从仅仅指定议程 到在安全和其他领域 实施具体措施的转变 根据新长一 四方国家可以派千期海上执法人员 登上另一个四方盟友的巡逻艇 日本黎明关押泰大学教授 佐藤阳伊朗表示 美国海岸境委 队已经在加勒比地区部署了 这一想法 现在正在东海应用 在一份联合生命中 四方领导人 对男孩局势表示担忧 包括胁迫和威胁行动 指的是中国穿支 近几个月来的活动 包括发射高压 水枪和装击飞率 冰熏裸挺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分析时 探委马丹女士表示 与去年发表的生命相比 四方领导人的联合生命 变得更加强硬 最近的联合生命称 联合海上巡逻场 一直在提高 该地区合作伙伴的能力 保护国寄水于兵 以而防止非法行为 佐藤教授评估说 美国、日本及其盟国正在扩大联合巡逻举措 部分原因是为了打击中国海鲜公司的非法不劳活动 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外交与国防政策分析 是唐姆·克本表示 拜登总统和安天首相 在即将退出政坛之前的参与 是一个重要信号 表明四国集团 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说 意义重大 克本表示 四方联盟在澳大利亚和日本 经历了多次领导层更迭 他补充说 国家领导层的变化 不太可能破坏扩大概区块范围的目标 除了关注中国外 四方还在气候、健康、技术和太空等领域 发起了长议 其中包括四研证等约计划 一个在印太地区寻找验证治疗方案的合作机制 最近峰会上提出的长议最初的重点 是康疾功经验 美国将从明年开始 通过医疗培训和专业交流提供支持 华盛顿换奖根据该厂 以自主私营部门推动的合格项目 澳大利亚将为供经验跟初计划提供超过2000万美元的资金 日本将提供CT、MRI、扫描一等设备等支持 总结之而1700万美元 印度将提供价值750美元的HPB 采阳式集合 供经验检测和疫苗式集合 而最近的消息已经戒指了今天的东海热点新闻节目 请订阅该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亚太地区 及世界各地的最新新闻 谢谢您 我们下期BNC亚洲事实通讯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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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